2019年7月2日,在香港娱乐圈里地位很高,人称响嫂的洪金梅病逝,年仅73岁,洪金梅是著名乐剧大师邓永祥的遗孀,响嫂中的响字,指的就是邓永祥,邓永祥外号新马师曾,是香港娱乐圈中大佬级别的人物,和邵逸夫姜好,曾志伟,刘德华,张卫健,吴君如等大牌明星在他面前也只敢以晚辈自居。 1997年邓永祥离世后,留下4.2亿港元的资产,还有一栋名为永祥大厦的物业。凭借这两笔资产,邓永祥足以躋身香港富豪圈,作为他的遗孀,洪金梅自然也堪称豪门阔台。 然而邓永祥生前留下的遗嘱里,却特别深明,遗产没有洪金梅的份,如果他起诉,就给他一块钱。 洪金梅是邓永祥的第四任妻子,比他小29岁。 早在1962年,也即洪金梅只有17岁的时候,就以女友的身份跟随在邓永祥左右。 自1965年起,他们又同居了27年。 直到1992年,苦等30年的洪金梅才终于等到了他和邓永祥的婚礼,并正式嫁进豪门。 那一年洪金梅47岁,青春不在。 而在此之前,他已为邓永祥生下二子二女,邓赵尊,邓赵荣,邓小爱女,邓碧玉女。 认识洪金梅时,邓永祥仍和第三任妻子赛珍珠保持着婚姻关系。 跟洪金梅同居后,他的这段婚姻仍未结束。 也就是说,洪金梅其实是以第三者的身份跟着邓永祥的。 由于邓永祥喜欢身材好的女子,为了投其所好,30年间,洪金梅几乎每天都穿着素身衣。 从面向上看,洪金梅并没有多瘦,却30年如一日地穿素身衣,可想而知是不好瘦的。 然而如此地委屈自己,如此地苦苦等待30年,最终的结果却是只能拿到一块钱的遗产。 洪金梅的付出,岂非大大的不值。 可奇怪的是,1997年邓永祥去世后,却没有一个人为洪金梅名不平。 他的四名亲生子女,甚至把他告上了法庭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1945年,洪金梅出生于香港,家里兄弟姐妹众多。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,虽然洪金梅和洪金宝的名字很像,也都是香港的,实际上却并无联系,更不是什么姐弟关系。 洪金梅的原生家庭很差,小时候穷了连饭都吃不上。 正因如此,小小年纪的他早就打定了主意,以后一定要嫁个有钱人。 洪金梅的这种择偶观念,也可以从他的亲妹妹洪国华身上看出。 跟洪金梅一样,洪国华也嫁过豪门,可惜他选错了人,嫁的是霍英东二房长子霍文芳,是霍家地位最低,最不受待见的儿子,而且还不是霍英东亲生的。 所以同样是嫁豪门,洪金梅的成就远远高于妹妹洪国华。 香港富豪遍地,要想嫁进豪门,最方便的途径就是去那些灯红酒绿的场所。 15岁那年,洪金梅开始当舞女,每天出入豪华场所,期待着一场昂贵的偶遇。 终于在1962年,17岁的洪金梅等到了他的白马王子,10年46岁的新马师曾邓永祥。 邓永祥在香港娱乐圈大名鼎鼎,洪金梅当然认识,也对他的家庭情况有所了解,知道他有婚姻在身。 但1962年的香港还在实行旧法,允许合法纳欠,所以邓永祥有妻是并不能成为洪金梅攀附豪门的阻碍。 邓永祥当时的妻子叫赛珍珠,这是他的第三任妻子,也是第一个为他生下孩子的妻子,二人育有二子一女。 三段婚姻,只有这一段生过孩子,可见对于赛珍珠,邓永祥是动了真感情的。 就算如此,赛珍珠也没能抵挡住情敌洪金梅咄咄逼人的攻势,因为男人永远只喜欢年轻漂亮的。 在这方面,年纪小很多的洪金梅比赛珍珠更有优势,受贫穷的原生家庭影响,洪金梅把嫁豪门当成人生目标,而邓永祥就是那个可以围棋实现人生目标的男人。 别看邓永祥只是一个乐剧演员,却在圈内有很高的地位,连邵逸夫这样的大富豪,也只能与其平起平坐。 不仅如此,邓永祥还积极投资地产,早在六七十年代就积累下一万身家,说是豪门绝对不含糊。 这一切,洪金梅都是清楚的。 所以在此后的三十年内,她才会对邓永祥不离不弃,哪怕要天天穿不舒服的素身衣,哪怕要背负第三者乐明,哪怕等了三十年才等来结婚。 或许是洪金梅把爱才表现得太明显了,邓永祥对她也有所防备。 其实认识洪金梅没多少年,邓永祥就跟第三任妻子赛珍珠离婚了,三个孩子也都跟随母亲去到美国生活,并且做好了财产切割。 可即便如此,邓永祥也没有把洪金梅娶进门,而是仍然让她以没有名分的状态跟在身边。 后来洪金梅接连为她生下四个孩子,邓永祥依然没有兑现结婚的承诺。 对于洪金梅,邓永祥无疑是有感情的,因为洪金梅就是她最喜欢的类型,尤其是鼻子下面的那颗质,可以把她迷得神魂颠倒。 这颗质也是洪金梅脸上最出彩的地方,有人称她为所魂质,男人只要看一眼,就会被锁住魂魄。 早在认识邓永祥之前,洪金梅就被许多富豪大佬搭讪过,就连谢贤都曾主动追求过她,可见这颗所魂质的威力。 但洪金梅却拒绝了谢贤,不是因为她不够有钱,而是因为她很清楚,像谢贤这样的人,完完可以,要想托付终生,那就不行了。 邓永祥却不一样,她的思想观念比较传统,对家庭很重视,负有责任感,这正是洪金梅看上她的另一个原因,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邓永祥有钱。 从1962到1992年,天天穿着素身衣的洪金梅,虽然没能正式嫁金豪门,却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名分。 首先,她为邓永祥生下了四个孩子,就算邓永祥最终抛弃了她,孩子们却可以凭借血缘继承庞大的财产。 其次,邓永祥经常带着她出入社交场合,身边的人也以响扫称呼她,等于是默认了她邓太太的身份。 但名分这东西,有跟没有就是本质的差别,要说洪金梅不想做真正的邓太太,那肯定是不现实的。 幸运的是,1992年,年近五旬的洪金梅等来了梦寐以求的婚礼。 当时已经76岁的邓永祥,身穿西装,挽着一身漂亮婚纱的洪金梅走上了红地毯。 由于穿了30年的素身衣,当年已经47岁的洪金梅身材依然很好,鼻子下方的那颗索魂质,还是跟以前一样迷人。 在邵逸夫,刘德华,曾志伟等众多名人大佬的注视下,邓永祥深情地吻了洪金梅。 这场婚礼既盛大又奢华,刘德华等明星还现场现场,就连婚礼的主持人,都是曾志伟客串的。 可以说,为了博得洪金梅的欢心,邓永祥准备了许多,也充分利用了她的人脉。 婚姻是神圣的,邓永祥30年后愿意把洪金梅正式迎娶进门,就说明她已经在内心完全认可了对方。 当然了,76岁的邓永祥也许也想找个归宿,而陪伴她30年,为她生下四个孩子的洪金梅,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 然而让邓永祥想不到的是,结婚后没多久,洪金梅就变了。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穿着素身衣,也不再对邓永祥低声下气,而是多了几分豪门女主的气质。 这样的改变,邓永祥肯定不愿意看到,然而垂垂老矣的她,又怎能奈何得了正值盛年的洪金梅? 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,1996年,邓永祥突然发现妻子洪金梅居然偷偷把她名下的财产转移到国外去。 由于知道的晚,洪金梅前前后后已经转走了两亿多。 那一年邓永祥80岁,并且患病在身,经历不济的她无法与洪金梅周旋,便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四个子女。 不仅如此,邓永祥还紧急立下遗嘱,宣布在她去世后,所有的财产均归四名子女所有。 妻子洪金梅如果不服上诉,就给她一块钱,一块钱扔在地上,普通人都不会捡,何况是豪门阔洪金梅。 邓永祥立下这样的遗嘱,摆明了就是羞辱妻子洪金梅。 1997年4月21日,81岁的邓永祥去世,四名子女根据遗嘱继承了她的全部财产,包括那邓名为永祥大厦的物业。 这样一份既不公平又很羞辱的遗嘱,洪金梅当然不会服气。 邓永祥去世后不久,她就公开站出来和自己的四名子女争夺遗产,还被四名子女告上了法庭。 这场官司一直打到2006年,最终以洪金梅的败诉而收尾。 经此一事,洪金梅和四个孩子的关系也降至冰点,直到2019年洪金梅去世前不久,母子五人才重归于好。 那时洪金梅已经生患癌症,注定没有多长时间的寿命,能够在生命的最后时段跟子女恢复感情,也算是弥补了人生的一大遗憾。 然而不少人却觉得,洪金梅的四名子女其实并非真心实意要跟母亲和好,而是看上了母亲的财产。 因为洪金梅晚年理财有方,当年被她偷偷转走的两亿港元,已经增值到了15个亿。 洪金梅死后,这笔巨额遗产被四名子女平分,子女们也为她举办了一个重归重举的葬礼。 洪金梅的一生,足可用传奇来形容,她的人生目标很明确,也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这一目标。 虽然她苦等三十年才嫁进豪门,虽然邓永祥死后吝啬地只给她一块钱,却不能说她亏了,或者说她的人生目标没有实现。 因为那时候的洪金梅,根本不用靠邓永祥的遗产,也能躋身亿万富婆行列。 可是再多的钱又能怎样,身家15亿的洪金梅,终究还是败给了癌症,她73岁的寿命,即使在普通人中间也算不得长寿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洪金梅一生的追求,恐怕也是意义有限的。 相机有限量的发�,不知避免。 从这个角度来讲,洪金梅一生的追求,想说是简单的时间。 这次是一种公表的发�,不知避免。 那这个际人组会发现象争象并不知避免。 她并且想看起来很能够。